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一辆小轿车 滑烂12个竹牌 我现在第四部车 七年不到的时间 现在也39万公里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创业 不是嘴巴说的 你就是得脚踏实地 一步一个脚印 每一片茶园 每一座茶山 我觉得都是我的汽车轮胎占量出来的 我的父亲 那1954年的深秋已经天很冷了 住在招待所就洗冷水 当天晚上已经感觉到不舒服 第二天就开始发烧 张书记就问他说 小镇啊 你怎么感觉到你不舒服啊 怎么了 他说我可能坐上洗冷水感冒了 有点发烧 哎呀 他说没关系 没关系 他说 我们这里有当地出的一种野茶 喝完以后中午 捂了个被子 到下午他就感觉到最少了 这是他还没满18岁的时候 第一次听说我们李主人收工炒的这种水满茶 能够对感冒发烧有一定的作用 来自热带雨林的神奇树叶治好了父亲的疾病 从此他便念念不忘的让女儿去开发和推广这个雨林中的神奇茶种 你看五指山出来了今天 在这种天气能看到五指山 对 1954年茶姐的父亲开始接远五指山大叶种茶 二十多年间他秉承父亲的愿望 开始种植驯化野生的茶树 他经历着茶园一点一滴的变化 今天他最大的愿望 就是儿子可以继续传承这份 植根于他们祖孙三代人骨髓里的热爱 这就是我们大叶种的茶 这就是我们大叶种的茶 身上哇那个叶子啊 大哦 给大家看一下 这么大的树叶比我的巴掌都要长 你看到没有 这就是它的小苗 把它连根 散回去 育起来 当地我们农会以前种茶就是这样上山采种的 这叶茶苗 对于人类而言 雨林是这个星球上最为富饶的生物基因库 生活在此的人们 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对它的学习探索 耕耘于五指山水满乡的茶节 在成功获得野生茶的种植经验后 并没有止步于自己应用三分地的经营 他在十年之前就已经开始把自己的技术 分享给生活在这里的黎族朋友 走进他们的村庄 一起努力 把这座绿色宝库一步步地转化为财富的宝库 我们觉得要大家要做到一个 各个村庄其实大家老百姓都渴望能够找到一个长期的稳定的经济作物 通过他们的努力劳动 每个礼拜收茶每个礼拜有钱收 这个方塞村从此就改写了他们没有什么固定的收入 稳定的收入的这个历史了 在可以种一种地里面的这些冬季的瓜菜都不影响 我们要深深地感恩我们生活在这里的人们 在雨林里面大自然给我们这么多美好 我们要热爱它 呵护它 保护它 同时我们要好好的去建设它 通过我们的茶旅融合 还有我们自贸港的建设南海南岛 越来越多的游客深度的体验 把我们五指山的茶走出大山走向全世界 让这里的与茶一起生活的人们能过上更好 更幸福的生活